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桌球技标赛 7月3号 4号在台中盛大来举行 来自全国各议会超过700名的选手来参赛 包含有议会的员工还有首长议员等等 在场上展开了激烈的厮杀 希望借由赛事加强地方议会间的联谊 也推展全民运动 来自各县市议会的员工和首长议员等 共同在场上切磋球技 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 今年在台湾体大举行 一共有700多位选手参赛 大获认真对战争取佳击 全国各议会每年都会 举办议长杯的乒乓球比赛 那今年刚好由我们台中市议会主办 那今年参加的队伍一共有19队 一个月之前开始集训 然后今年的参赛队伍还蛮坚强的 然后现在比较坚强的队伍可能有台南市嘉义线等队伍 台中市议会战 本届赛事分成团体赛和个人赛 团体赛分成四组 个人赛分成九组 赛程为期两天 其中号称今年强棒的嘉义线 上场不久就传出好成绩 我们嘉义线议会这一次包含议员 然后还有职员工 一起大概有30多人来台中市这边来参加 全国一长辈的比赛 那去年在嘉义线举办 今年很开心来到台中市 那我们其实我跟佩业 刚刚也才比完团体的双打 我们得到胜利 那接下来我们一样会继续努力 希望我们嘉义线可以勇得家机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借由赛事加强地方议会之间的联谊 也推展全民运动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